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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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毕竟很多人都调侃内余的顶牛火粉不超过五万 能花钱个金的更是少之又少 张哲瀚支持单曲 仅仅只要三块钱 张哲瀚并非顶牛才刚刚火了不到 那几个月 粉丝们都声称是想圆了张哲瀚一个音乐梦想而已 如果真的要和内地的大流量或者是歌手爱豆相比 张哲瀚确实没有优势 甚至像是刚刚接触乐团的菜鸟一般 没啥经验也没啥技巧 而且张哲瀚也不是没有出过歌曲 在此之前 张哲瀚在糊糊的小演员时刻 一共出了五首歌《光 转身 上海的雨》 这些专辑基本上都是走偏抒情 安静温柔走心的路线 而不说说好了也是张哲瀚自己写的词 《环》之间的风格则比较灵动活泼 而这些歌曲其实都是免费的 只有最近的这张专辑是粉丝花钱购买的 不得不说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张哲瀚这都30岁出头了 曾经居然有这么丰富的内心内涵 不仅喜欢自己写词补血 还喜欢唱跳和做运动 看来张哲瀚在粉丝们眼里 一定是一个为数不多的宝藏艺人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